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些学者教授们 他们纷纷一些人受到了所在的研究机构 要么就是直接被解雇 要么就是请他们离开 这件事情已经引发了华裔华人社区的广关关注 同时美国社会也非常关注这些事情 今天我们邀请一位我们南加州的著名的律师 华强女士 同时她不仅是一位移民专家 同时她也对我们华人的维权有非常多的参与 也有非常多的贡献 同时她也有非常多的心得 今天我们请一位积极参与我们华人维权运动的 这样一位律师来跟大家聊一聊 这些华人的应该严格讲这些华裔美国人 他们被美国的研究单位所辞退 到底意味着什么 怎么看这些事情 首先我们感谢华理师上我们节目 华理师你好 你好 华理师 第一个问题请教你 就是说这和以前直接以一个间谍的名义起诉是不一样的 他们没有以间谍的名义起诉的 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都跟科技军工没有关系 而且都是医学行业 医学东西应该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您怎么看这两件事情 Houston还有阿特兰达两所著名的研究中心和大学 分别解雇和辞退中国背景的美籍科学家 这两件事情发生的前后事件并不遥远 而且这个大背景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经济的摩擦 所以在这个大背景当中 被中国大陆列为千人计划的科学家 我们不管他是搞那个这个这个航空航天科技也好 搞医学方面也好 因为这个千人计划可能覆盖了各个领域 凡是被列为千人计划的这些科学家 好像这个有不少人都遇到了一些一些问题 因为这些科学家呢 可能是在美国呢 也主要的工作是在美国 但是呢就中国呢也建了一些职 然后呢中国政府的话 因为他比如说你上个课吧 做个研究吧 总得给你点报酬吧 所以呢他们在中国呢 也收取了一定的报酬 就这样的话呢 这个美国政府觉得这里有几个问题 那一个呢就是我们先讲那个 Emory这个学院的事吧 这是一对夫妻 对一对夫妻 然后这个理事夫妻吧 那个他说你要做研究可以 但是你在国内要是什么 其他地方工作是不是 都跟我们向我们汇报 然后呢你这个收入是不是 就是在那边得到这个研究的赞助 是不是也要跟我们透露一下 所以在这个这里呢 因为我呢不是这个美国的科学家 也不是美国的这个生物方面 医学方面这样的专家 我估计在这个科研方面 可能在某一个机构 他们是不是内部有一定的规定 特别在社外的这个工作当中 有没有这样一个另外一个规定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 对美国医学科学院的这个院长 也开始发生了 记得几年以前他去过福泰大学 他讲了一句话 这个科学或者医学吧 是无疆界的 但是现在呢 多年以后他又讲了这句话 要当心不要被这个外国的势力 所利用的影响 所以现在这个随着中美之间的 这个贸易关系的紧张呢 现在呢 现在呢 对这个华裔的科学家和医学家 等等这样的专家呢 的确是带来了一定的不利的影响 这两件事呢 刚才特别是 话里是提到了一个中国的千人计划 我没有拿到中国方面的官方资料 我看的是这个美国这个美国Nature杂志 他在提到这个时候 他有一个说 他叫做Southern Talent 一个Plan 就是英文翻证Southern Talent 也就是说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涵盖 就是说工作在海外的 就中国以外的 有中国大陆背景 因为很多人都是在中国大陆 完成了自己的本科教育 和研究生教育 然后再出国的 他们希望这些人呢 他们如果愿意的话 当然这完全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可以回到中国来 中国给你提供一些科学研究的条件 或者说你可以跟内地大陆的 一些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 他并没有说到哪个行业 而且医学行业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 而且是最主要的一个 最广泛的合作的一个行业 所以这是中国的千人计划 其实千人计划 严格意义来讲 是2010年就开始执行了 所以说这么多年了 好像美国政府也没有说 千人计划就伤害到美国利益 直到2018年 FBI才介入调查 对所有参与千人计划的 这些在美国的 这些医学科学家们 和教授们 对他们进行一个调查 是这样一个背景 另外一个呢 刚才话里士也特别提到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这个美国国家科学医学科学院 他这次主要的两个由头 都是跟NIH有关 他们NIH就说 所有拿NIH研究经费 所谓的research grant 这些人 他都进行一个调查 我看过NIH的一个 算是一个工作报告 其实NIH本身 虽然这是美国的钱 美国纳税人的钱 但是他同样合法的 是可以资助外国科学家 在美国搞研究的 换句话来说 你是国外 你在国外 比如说我在日本 我在英国 只要我到美国来 作为一个访问学者 我也可以申请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基金 进行research 所以这个是合法的 首先我们要说 这个是合法的 就我个人的经验 我曾经在UB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跟一个 University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们俩合作 他是外科教授 我们共同就申请到了 一个NIH grant 就是NIH grant 申请给外国是合法的 但是问题在这 华丽士 其实这就是我想问你的 这五位 严格意义来讲 他们都是美国人 他们不是外国人 所以你用外国来 就说他们有什么千人计划 就说好像有点说不通 您怎么看 我不太理解问题 什么说不通 怎么看 就是他们的确是美籍华人 对啊 他是美国人 他不是外国人 这个没有论和疑问的 但是呢 这个作为 因为科学家嘛 他觉得这个科学 可以被美国用 也可以被中国用 只要对人类有益的东西 都可以用 我在想 他们在跟中国 产生这个学术交流以前 可能就是抱着一个 比较单纯的一个想法 就觉得 这个我能有额外一个名誉 或者额外的一个收入 也蛮好 也不排除大家 回馈自己的母校啊 回馈自己家乡的 一种情感在里面 因为他毕竟身在中国嘛 这个人类的一个自然感情 好像不是一种 民粹的东西能够割裂的 你看今天 以色列为什么能够 那么蓬勃发展 看都不都是从美国回去的 以色列籍的科学家们 和回去贡献的吗 这个以色列我们就不讲了 以色列 甚至我问过几个以色列人 让他背枪 什么时候 任何时候都能回到以色列去背枪 任何时候都能捐钱 给以色列国家 这个就 这个 我想我们中华民族 还没有这点精神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我是怕老美担心过度 这个华人还没有 就是像以色列人这样一个 这么 还有这么的爱民族 这个情节 我是觉得还不够的 但是呢 他们呢 想要回去做点事情 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 这个美国 这个跟中国现在杠上了 或者中国跟美国杠上 或者两国之间杠上了 或者说贸易谈判 大家没谈成 对吧 但没有谈成 然后这个关系非常紧张 就不免会引起这样一个 对华裔的身份的 这样一些 这一群人 这样一个担忧和顾虑 假设像你我这样 小老百姓可能 我在想 人家懒得去管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价值 我们没什么价值 对他们来讲 但这些人呢 就是屈自可数 你知道这个 你知道李小江 他是研究的 亨天顿舞蹈镇的 这样一个专家 他是很厉害的 所以 所以这个是一个宝贝 没错 而且刚刚您特别提到了 李小江夫妇 他们研究的工作 其实很多朋友 也许不了解这个病 叫做亨天顿舞蹈症 也叫亨天顿 叫做亨天顿 disease 他这个病呢 大概 其实在中国发病率 并不低 我查了一下数据 大概十万人里面 只有0.4的发病率 可是在欧洲 十万人 居然有六个人就发病 所以看来 是高于中国的六十 这个一二十倍 所以西方国家 花一些精力 去研究这样一个 目前不被人们所认知的 一个神经科学的疾病 应该说 这对人类是贡献的 也就是说 他们夫妻的研究 如果说他们有成果的话 最大的享受者 应该是欧美国家 因为他们的发病率 远远高于中国的发病率 亚裔国家 这个在亚洲国家 不光是中国 包括日本在内 他们由于人种的原因 他们的发病率 每十万人只有0.4% 可是到了欧洲 就要5.7%到6% 我们美国也要到4.8% 所以看得出来 她的贡献是很重要 而且特别是她太太 特别太太 我记得她在接受采访 她特别说了一句 她说我很担心 我这个500龙的小老鼠 会不会动 因为她我稍微懂一点 这个医学的这种模型 她做这个模型非常不容易 她要把一个神经科学的 这个疾病在老鼠身上 把它复制出来 这是非常难的 她原来是在那个大动物 像宝泵啊 这个monkey啊 像这种就是沸沸啊 猩猩啊或者猴子 这种primate 这种动物上相对来讲 因为跟人比较接近 可是这成本特别高 研究成本的成本就太高了 而现在她可以在小老鼠做 其实做的过程 我特别注意到 我也查了一下文献 她做的就是 把这个疾病的某一段基因 把它相看在小老鼠身上 让她出生以后 就会得这个病 所以这个模型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东西 更不要说 他们研究这个东西找出来 可以说这夫妻二人 特别是李小江博士 她在Emory大学已经工作了23年了 而且如果根据Emory大学的介绍 她是从2005年就拿到Tenning 所谓的忠诚教授职务了 应该说在这么一个美国 这么outstanding大学里面 作为一个忠诚教授 作为美国来讲 对她的工作是肯定的 谢谢大家 mash说